现在我们让舅舅和这个弟媳妇 再去稍微休息一下 场上我们留下了姐姐跟弟弟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问题 也其实就是在你们两个人之间 是吧 那接下来就姐弟两个人都坦诚心扉 真诚的 把这个事情谈一谈 我从现眼里说 我弟弟很好很好 他永远是我的弟弟 我这次来找你们是为什么 有人想害我弟弟 有个人给他儿子打电话的时候 我听见了 给他儿子说 我把你妈弄死 你造了银香去 所以说我怕我弟弟死了 我见不到我弟弟了 所以说我才给你们打电话 其实这个钱 我弟弟跟我说这个钱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说 弟弟别给姐姐要钱 姐姐 我生你媳妇的气 因为你媳妇 妈妈一直有病的时候 你媳妇没有去过医院 看过妈妈一次 你要媳妇刺货妈妈一次 姐姐很感情的 我妈妈住了六次医院 我兄弟媳妇没去过 我妈最后一次摔了 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 我弟媳妇从来没有给我妈 端过一杯水不说饭 一杯水没有端过 说着我很生气 我说我弟弟 我训你 我讨厌你媳妇 你到时候我姐姐给你两万块钱 但是这个两万块钱 不给你 姐姐就给你两个儿子 我们两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你不用空气 姐姐会给两个儿子媳妇的 另外再给你儿子送礼 是另外的 这两个是我给我两个侄子媳妇的 你媳妇我不想给他钱 所以也就是说 这笔拆迁款 其实你也不是想自己要 我就是 你就是对弟媳妇有意见 不想给他们 我像他媳妇没有 想要我怕 我又怕我老人 所以我很生气 不想给他 但是我跟我弟弟说说 我怕失去我弟弟 刘先生 你看到姐姐坐在你对面 说这些话 我姐姐亲情一直在 她啥事出来 还一直帮她 家里人对你媳妇 有这么多的成见 你知道吗 不光是跟大姐 就是和她不好 就是和她吵了架以后 就是跟她吵了架不错 刚才不是说 其他的几个姐姐妹妹 跟弟媳妇关系也不好 都好 一直都好 都好 现在还好吗 还好 都没有矛盾 都好 那你有没有在里面 劝一劝你老婆呢 我也劝 劝你像这个事 也就是 时间矛盾时间长了 她对这个事 一直耕耳于怀 姐姐对不起 我也一直激怒 是的 原来都是我的气息 这个看来都是一家人啊 毕竟是轻的热的 刚才你们在场上的 这个激烈的言辞啊 包括这个很激动的表现 让我想到这么几个词 我想到的第一个词 叫弱势控制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 比如说 一个孩子 他想让父母去帮他做事情 或者说想买一个玩具 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呢 他就哭 如果哭还不行呢 就躺地上打滚 或者不吃饭 不上学 或者病了 对吗 这叫弱势控制 所以说呢 其实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通过寻死灭活 通过扮演受害者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 可以得到解决 但事实上这么做 是撕裂情感的 因为时间久了 每个人都知道 只有理性地面对问题 只有去担起责任 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如果说永远是 我是受害者 别人都不理解我 我是最可怜的 你们都看看 我都哭成什么样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他人是一种压力 那么对爱你的人 是一种伤害 好吗 所以大哥 我们接下来 不再用这种弱势的状态 来面对问题 否则的话 姐姐会更加难受 我想到的第二个词呢 这个词有点像旧社会的一个词 但是我觉得在新社会 依然需要提倡 这个词叫富德 也就是女人的品德 我们知道女性 嫁到一个家庭当中 她就不再是一个 单纯的小女孩 她要承担很多的角色 是丈夫的妻子 是孩子的妈妈 甚至是这位大姑姐的弟媳 对吧 还是老人的儿媳妇 所以在这么多的角色之下 如果她有一个角色 做得不到位 或者有一个角色 存有太多的私心 那么丈夫的视角 就会起天差 丈夫眼前的焦点 就会变得模糊 我想一个有富得的女性 是应该去调和她的丈夫 和她的家人的关系 让他们这一家更和谐 自己也才会更可爱 更快乐 对不对 假如说是不停地 在跟丈夫说 你看你们家人 谁谁谁都对你不好 甚至能说出 你姐姐都希望你死 这样的话 我相信作为弟弟 心里是很纠结的 因为一边是自己的亲姐姐 对吧 是知道姐姐是很疼自己的 但是一边媳妇又气成这样 怎么办 我得给媳妇出口气 其实可以通过 这个妻子跟你的沟通当中 你可以试着去 对她进行一些疏导 对吧 或者说说服 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帮她来缓和一下 她跟姐姐之间的矛盾 因为目前看来 好像这三分多块钱 你跟姐姐都没有 那么那么的在意这件事情 对吧 姐姐在意的是 媳妇可能有些事情 做得不到位 那么你这个双面交的角色 你这个弟弟 这个时候就应该更多的来调和 媳妇跟姐姐之间的矛盾 对不对 而不是想着说 我要帮媳妇出气 那么这样只能是绞成一锅粥 您说呢 对 那么我最后还想到一个词 叫做就事论事 尤其是在解决矛盾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技巧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她甚至是一个人的体型 在这儿呢 我特别想跟大姐来分享 假如说咱们今天到这儿来 咱们就只解决一件事 比如说这三万块钱 对吧 这三万块钱怎么办 然后呢 比如说你对媳妇有矛盾 对吧 对弟媳妇有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 打算怎么解决 而不是由于这三万块钱 想到媳妇不好 由于媳妇的一点不好 某件事情不好 想到她很多很多事情都不好 所有的账加在一起算 那就算不清楚了 我们说家庭当中的矛盾 永远像罗生门一样 也就是你们每个人说的 都有可能有道理 但是也有可能 每个人说的都不是实话 因为每个人都站在 自己的角度去 解决问题 去面对问题 对吗 所以大姐 如果今天您到这儿来 能够带着就事论事的态度 而不是人生攻击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今天这个事情 新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面对 如果能这样的话 我想今天你们的调和 也会顺利的多 最后想跟你们说的事情 相信我们都是来帮助 你们这个家庭的 好吗 希望你们的矛盾 今天在这儿能得到解决 谢谢